只在之前进来的过道里走了一半 整个队伍就停了下来 接着 领头的士兵在某个极其不起眼的角落里 不知道暗了什么 一道密门瞬间打开 露出了一条极其隐蔽的小道 两夫妻互相望了一眼 这城主府的地方还真是够隐蔽的 若然不是有人带路 单凭他们自己 恐怕能找个天荒地老 别人都说缩头乌龟会藏 可是你看看 这些家伙可远比乌龟会藏得多 苏迎夏讽刺道 韩三千点了点头 这一点苏迎夏确实说的一点错都没有 进入小道 里面开始很暗 几乎伸手不见五指 但随着几人不断朝里深入 小道开始有了些光亮 但随之而来的 也是小道开始变得极其之多 极其复杂 每一条道 看似无常 实则都暗藏机关 一不小心便会万劫不复 你们跟紧点 韩三千轻声叮嘱道 苏迎夏几人均是点了点头 伴随着往里更深入 小道开始减少 并最终只剩下了一条 且变成了大爆 光亮开始越发的明亮 远远的 几人也可以看到站在两边的侍卫 显然 他们应该是顺利地穿过了迷宫 进入了城主所在之地的附近 判官冲韩三千几人点了点头 示意他们不要轻举妄动 接着 他走在前头 率先走了过去 奉城主之命 带一美女孝敬城主 侍卫总计四人 四人全是身穿金甲 手持方天画戟一般的长戟 看起来威武不凡 侍卫扫了一眼几人 最终将目光放在了苏迎夏的身上 这倒确实是个大美女 开门 一个侍卫吩咐一声 很快 另外两个侍卫便走了过去 随着两人合力 大道前的大门被缓缓来开 门后 一个富丽堂皇的巨大宫殿 直接扑面而来 那是金钱的气息 那是土豪的味道 整个宫殿高约百米 几乎快要望不到顶 模糊之中 只能见顶部似有龙凤飞翔 又似又恶鬼相追 总之 忌协有先 但单论排场的话 你说这地方 是某个神王殿 或者某个大魔之殿 韩三千也绝对相信 它确实太大了 也太气派了 往宫殿里走 大约又是数百米的宽度和长度 两方侍卫整齐而裂 仿佛天兵天将 靠 这规模 苏迎夏都忍不住爆粗口 是啊 太他妈的气派 太他妈的奢华了 几人往里走了 大约数百米后 终是停了下来 判官微微弯身 紧接着朗声而道 属下判官 已将美女带到 话落 整个殿内除了回声 安静无比 但就在韩三千等人 有些猛的时候 殿内忽然传来 震震脚步声 众人寻声而望 顿时间不禁哑然 远处 近四五十人的不对 从深处走来 他们推车摇善 气派非凡 诺大的黄金车上 一个国字脸的英俊男人 正端坐于其中 老实地说 这个男人很帅 有种完全属于 他中年男人的成熟和稳重 身高大约两米 身上的肌肉如同黄金一般 光是看起来都知道 坚硬非常 韩三千眉头微皱 这家伙 不知道的 都还以为 他是个高大 威猛的人族 完全没有丝毫 魔族之人的样子 起码 这是韩三千 看了这么多 魔族人的第一反应 他应该是中原人吧 苏迎夏 果然也有相同的问题 韩三千没有说话 双眼紧紧地盯着 那个家伙 判官 你来了 他轻声道 判官既是我的左臂右膀 又是我的好兄弟 他亲自来到我的府邸 还不快快刺座 话落 地面忽然一阵抖动 紧接着刹那间 地面里一张黄金椅子 缓缓地伸了出来 不偏不倚 正好就在判官脚下 少了两个位置 韩三千先生和苏迎夏小姐 他突然笑道 一句话 不仅判官大惊 苏迎夏和韩三千 也不由地当场吓了一跳 什么情况 两人好不容易一路隐藏到 可这家伙 却瞬间知道 难不成 那里暴露了 判官也很惊讶 毕竟 韩三千等人提前暴露 换句话说 也就等同于他叛变的事情 也被人知道了 千军一发之际 韩三千赶紧拉下了准备破罐子破摔 直接试图反抗的苏迎夏 将头一低 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 哼哼 判官 这一男一女 从何而来 这 韩三千急忙给领头人 使了眼色 那家伙一愣 赶紧上前一步 城主 这男的是 我们第七纵小队的队员 这女的 则是我们 抓来献给您的呀 是啊 起初是她给我的 但我带回屋以后 却发现这女人 确实漂亮到无话可说 思来想去 我忍痛割爱 将其送给城主 难道 这女人有问题 判官此时也揣着明白装糊涂 赶紧找不 苏迎夏明显有些忍不住了 既然都被发现了 还跟她费什么话 直接开纱不就行了吗 但就在这时 却闻那人哈哈一笑 诸位 不必如此紧张 我不过是开个玩笑罢了 何必如此 不过 判官 据探子所说 有部二十万大军 本来可直杀裴家 却忽然失败 全因韩三千 已在裴家势力下 完成涅槃重生 如今 数日过去 韩三千 极有可能 已经出关 我们不得不防 方才 我看这女子和这男子 都是人族 因此不免担心他们 乃是韩三千和苏迎夏 这才出言 炸他们 既然 这男人是你们欺对的 那我也就放心了 听到城主这番话 韩三千一帮人 几乎同时出了一口长气 这王八蛋搞了半天 是在那吓唬人 真他妈的以为 这货 已经提前发现了 苏迎夏也不要哈了一口气 看了一眼韩三千 你怎么知道 他在炸我们 猜的 从始至终 韩三千自认 没有露出过任何马脚 因此 就这样被发现 韩三千始终不太相信 当然 还有一点 那就是这里的阶级 从表面来看 这里守卫森严 似乎层层有保 任何人想要进来 其实都非常的不容易 这没什么可否认的 但反过来说 有任何情况 这里也需要层层汇报 而这将是极其浪费时间的 利弊在此 不用怀疑 如此闭塞 他却这么快 知道自己是谁 这不是扯淡吗 韩三千赌对了 属下明白 说这话的时候 其实判官是很郁闷的 因为韩三千 这不已经他妈的在这了吗 你早点提醒 老子 也不至于现在这样 这女人 倒是很美 城主满意地点了点头 城主喜欢便好 对了 城主 若没有其他的事 属下就先行告退了 判官道 韩三千知道 这家伙现在急于脱身 因为谎言很快就要藏不住了 不过 韩三千并未阻止 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这些喽啰 他没有必要逼得太紧 否则 有时候只会适得其反 好 好好在下面不放 是要做 可是 韩三千那人也不得不防 属下明白 属下这边去安排 话落 判官转身就走 不过 领头人和韩三千带来的两人 却并未离开 只要判官不是猪脑袋 那就必然知道 是领头人出卖了他 他回去 根本没有好果子吃 所以 留在这里 或许还能赌一把韩三千 至于另外两人 他们本来就是 跟随着韩三千来的 这时候 自然也没有 要抛弃他的意思 你们几人 为何还不跟随判官离去 城主果然轻声疑惑问道 语气当中 还充满了阵阵不满 领头人一时间也不知道如何是好 只能将目光望向韩三千 等待他来回答 韩三千轻轻一笑 见判官等人 已经离开 索性 直接抽出了预见 我们 当然不会走 韩三千杀气已现 领头人下意识地 便赶紧退到无人的角落 那两个跟随韩三千来的人 也相对离远了些 他们很清楚 现在不是他们上的时候 看到韩三千拿起武器 城主很明显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 你这是要干什么 你想造反 话音刚落 只闻金属撞地的砰砰声 那些本来守在城堡四周的侍卫 立即手持场几起刷刷地 抄着这边冲了过来 别看这群人 穿着黄金一样的铠甲 似乎很笨重 然实际上他们非常灵活 仅仅几秒 便将韩三千直接包围 哼 我还以为 你刚才一下喊出我们夫妻的名字 是因为你很聪明 原来 不过是草包一个 我们都不是你的人 何来造反 你们夫妻 城主一愣 下一秒终于反应了过来 手指着韩三千 一时间错愕 非常 你 你是韩三千 你是 苏赢夏 人生最离谱的是 莫过于你当时只是开玩笑的 以为是这样 但实际上根本不可能这样的时候 却又偏偏在实际中 彻底如你开玩笑所说的那样 这简直让人错愕 又异常的不可思议 苏赢夏冷冷一笑 你这狗贼 现在反应过来了 两夫妻一承认 那本来还为得很紧的黄金士兵 顿时下得连连后退数步 毕竟 韩三千的威名 他们怎么可能没有听说过 那可是能把几十万大军 兜下破胆的绝对王者啊 我们来 是来杀他的 不想死的乖乖滚蛋 韩三千冷冷扫了一眼众人 众人再退 有些士兵的额头 甚至已经有了丝丝的冷汗 混账 你们都在干什么 在天魔堡 你们怕他作甚 给我围死他 城主冷声一鹤 有了他的抱贺 那群本来有些退役的侍卫们 重新朝着韩三千靠拢 看着这帮人 韩三千丝毫不放在眼中 冷冷一扫 所有人顿时直接不敢动上分毫 你们身为侍卫 听命于上级 固然没有错 可是 现在天魔堡抓的 可是所有的女人 你们的妻女 也许现在没事 可是 未来呢 天魔堡已经没有女人了 当他们这个需求又不断的时候 我想问你们 你们的妻女保得住吗 还有 我也知道 你们有些人 甚至根本就不是这里的人 可是 将来呢 为了一个这个 跟赫赫有名的韩三千对抗 你们真的不觉得 很不值得吗 苏迎夏冷声道 为尊主效忠 成主大吼一声 此话一出 下一秒 士兵们几乎不假思索 便齐声脱口而出 为尊主效忠 一群被彻底洗脑的侍卫 他们被灌进了态度殴打忠诚 韩三千很清楚 苏迎夏想要劝服他们 显然已经不大可能 好 既然你们求着要送死 我也不废话 来吧 有多少来多少 话落 韩三千直接将御剑收了起来 下一秒 他手中一动 直接将盘古斧抽了出来 盘古斧一现 杀气必出 整个宫殿那段时间一片冰冷 仿佛死神降临一般 盘古斧 即便有人不认识盘古斧 但他们都认识韩三千 更听说过韩三千手中 有一把绝世武器盘古斧 如今 见到斧头 他们自然也很清楚 这便是传说的万器之王 既是知道 不怕死的 尽管往前一步 我倒想看看 是你们的盔甲硬 还是我这把斧头裂 来啊 来站 话如锣鼓 声如钟 气如泰山压顶 所有人不禁大退 盘古神威 谁敢靠近 杀 杀了他 我重重有赏 为尊善 城主怒声狂吼 紧接着 手中一动 直接一股真能打在那些侍卫的背后 虽然真能并不伤人 但也直接推着侍卫们朝着韩三千杀去 一动而全动 所有侍卫已经没有其他选择 只能硬着头皮 朝着韩三千便杀了过去 韩三千直接一把将苏银下护在身后 尽管如今的苏银下面对这样的局 根本不用担心 可是 韩三千几乎也是下意识的动作保护 不为其他 这是一个男人应该有的责任和义务 哪怕 苏银下甚至比韩三千更厉害 盘古甫直接横空一扫 冲在最前头的一帮侍卫 顿时便直接被拦腰而斩 即便盘古甫如今威力不够 但受死的骆驼也比马大 其锋利无比的斧刃几乎削铁如泥 莫说区区黄金盔甲 即便是玄铁所致 也必在其斧刃之下 如同沙力 指纹啪啪啪的声音响过以后 那些侍卫几乎连甲带戟 直接断开 啪 第一排士兵当场倒下 尸体和断戟堆了满地 来 喊三千霸气而喊 刚刚大动的士兵顿时愣神 瞠目接舌间 硬使无人敢乱动 这他妈的太恐怖了 只是一抚 一排人直接被砍成两劫 谁敢和这样的人玩啊 谁的命 他也不嫌长啊 上 又是一针针能从背后袭来 又是一对士兵被迫冲了过来 喊三千也不废话 冷声一笑 一手拉着苏银下 一手直接气势汹汹地朝着城主杀去 那些冲上来的士兵根本无心去战 即便于勉强地冲了过去 但始终也是慌张不已的状态 别说这副状态了 就算是全胜时期准备充分的状态下上 且不是喊三千的对手 这时候也始终不过只是随意被砍杀的蝼蚁 仅仅只是几个回合间 他们便被完全冲散 完全无力抵抗 喊三千要冲上去的步伐 看着来势汹汹的喊三千 城主也下意识地不断后退 但他的黄金战车 有时候虽然看起来相当地不凡且有气势 可真正在需要战斗的时候 却稍微笨重了不手 很快 车队回退到了墙角 几乎已经退无可退 他妈的 喊三千 虽然我知道你颇有本事 可是 老子当归也绝对不是吃素的 你敢跑来我这惹事 我便让你知道 什么叫做真正的厉害 你会为你的行为 付出惨重代价的 话落 这人一拍车上扶手 身躯直接一跃而起 朝着寒三千 便直接扑杀了过来 这家伙空中之时 手中一窝 便划出双茧 压压压地 便朝寒三千扑来 寒三千侧身一闪 那家火上 茧便直接打空砸在地面 哄 坚固的地面 顿时被砸开一个大洞 砖瓦飞洒 三千 小心 这家伙似乎力气很大 苏迎夏轻声提醒道 这地砖黄金所造 坚固非常 能单纯依靠茧 便将地面砸出大坑着 在力量上确实一点不差 寒三千点了点头 放心 我知道怎么对付他 话落 寒三千直接收起盘古斧 手中玉剑一条 随时准备好发动进攻 哼 怎么 不用你的盘古斧了 那可是神器啊 你啪了 看到寒三千收起盘古斧 城主当归不屑冷声嘲讽道 寒三千摇了摇头 只是单纯杀你 不需要用到他而已 混账 当归气急 刚才明明杀自己的侍卫 这家伙都在用 可到了自己这里 却说自己不配 这话什么意思 是说自己连他娘的侍卫都不如吗 你简直可恼 本来 看你是寒三千 我还打算给你个体面些的死法 但现在 你没有这个机会了 话落 他双肩手中猛的一挥 冷声喝道 老子 今天要把你锤成肉饼 双肩再来 寒三千根本不用 冷冷地看了一眼冲上来的当归 忽然一笑 遇见一斗 碰 在几乎毫历之间 寒三千已然剑上一条 看起来力大无穷的双肩 便刚好直接被挡开 其后 剑势如破竹一般 直划其手 城主当归顿时大惊 寒三千不仅一下 直接打开了自己的进攻 同时 他还自动转被动为主动 向着自己 发动了发弓 靠 这家伙到底是什么来头 这么简单 这么轻松就可以做到 但他来不及细想了 因为此时 他能够做的事情 已然不多了 他只能下意识地一闪 啪 寒三千剑 虽未中其胸口 但刚好直接打在了 他的右手之上 手腕吃痛之下 右手的大简 顿时落在地上 还未反应过来 剑又瞬息一抖 左手吃痛 简再次掉落 他不傻 赶紧离寒三千远远的 因为就在这寝客之间 他居然便已经被 寒三千彻底地绞了线 靠了 这家伙究竟他娘的什么鬼啊 好歹自己也算得上顶级的高手 但在他的面前 却如同不过是 咕咕落得的小娃娃似的 简直就是被随意拿捏啊 怎么样 韩三千轻轻一笑 还要再打吗 别怪我不提醒你 这次是手上的剪掉了 下一次 可能就是你的手筋没了 你要聪明的话 乖乖地投降 我可以留你一条命 但你非要尝试的话 那你尽管看看 我说到能否做到 听到韩三千的话 城主当归很怒 可是 一时间又根本不敢反驳 从韩三千自信的眼神里 他可以读到 韩三千必然是说到做到的 但转眼间 他又猛然摇了摇头 韩三千 我知道你很本事 今天 我也总算见识到了 可以一人下破万人胆的韩三千 究竟有何真本事 我如此防备森严 你也一样 可以摸进来 这说明 你确实有胆量还有谋略 而我刚才和你交手期间 你能一两招 便让我败下阵来 更能说明 你的能力 确实是不适之才 我有个建议 不知道 你想听不想听 狗嘴里 根本吐不出说明 好牙来 韩三千 根本没有兴趣 你是想拉拢我吗 老实跟你讲 还是不用多费唇舌了 我韩三千 虽然你不是什么好人 但也绝对不会坏到 跟你们这种人渣 同流合污的 哼 我都还没开出条件来 你便急着拒绝 这似乎不是什么 聪明人的举动吧 韩三千 根本没有任何兴趣 听他说任何好处 莫说什么黄金美女 即便是把整片魔族之地 交给自己管辖 自己也绝对不会同意 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问题 对韩三千来说 人可以不一定 非得是好人 但他绝对不可以 没有一个道德的底线 也许 我确实比较笨吧 不过 那又如何 傻人自有傻福 韩三千无所谓地笑道 哼 我可以保证 韩三千你 绝对会后悔你刚才说过的话 以你的能力 你确实可以疯狂地装逼 这是你应该享有的 不过 装逼要分场合的 尤其是你在我的面前 听完这些话 韩三千真的很想笑 也不知道他哪里来的勇气 在这跟自己这样 唠叨个没完 不过 这货又不像那种 极度自负的傻子 看他的自信的模样 似乎还真的有什么 巨大的优势 掌握在他的手里 他似乎很相信自己 没法拒绝他的条件 怎么 韩三千 你犹豫了 他冷笑道 韩三千不说话 直接提起遇见就要动手 你敢 韩三千 我不怕告诉你 你别以为 我们这是第一次见面 但你的情况 我却比任何人还要了解你 这么跟你说吧 如果你肯 乖乖归顺我们 你那边你盘古斧 也绝对不会现在这帮模样 如果你肯归顺我们 你那个叫什么浮莽的兄弟 也不会到了 现在还是一具冰冷的尸体 本想动手的韩三千 此时听到这句话 不由直接停了下来 你说什么 韩三千彻底的惊呆了 如同当归所说 韩三千 几乎只是第一次见他而已 可是这家伙 却居然可以说出 韩三千的一些 非常隐私的事情 最重要的是 这些事情 莫说是他 即便是现在跟随 韩三千的一些 神秘人联盟的弟子们 也未必知道 毕竟 浮莽的事情 早在之前便已经发生了 而老一批的 神秘人联盟弟子 其实如今人数也不算多 知道 这事得很少 但就算 这不是神秘秘密 可盘古甫呢 当初自己被妖僧所困 被偷袭之下 盘古甫被封 这是知道的 那可真是太少了 这玩意 甚至很多联盟里的高层 都不知道 事发时 也并无其他人在场 这家伙怎么知道 且让韩三千 最为震惊的是 他拿这些东西出来说是 那么 也就意味着 这家伙不仅了解 甚至 甚至还知道解决的办法 三千 他会不会护咱们 苏迎夏小声提醒道 不大可能 韩三千低声回答道 明宇当初在少女 被绑的岸上 与自己相遇 那群妖僧 又是和他极有渊源 如今 这里依然是少女失踪 被绑的发生地 那么 之前自己就因为 领头人提过 该落成的战事 和这里突然 加大力度抓人有关系 从而怀疑过明宇 是否跟这里也有牵涉 如今看来 这种猜测 基本上越来越坐实了 他们可能是一伙的 这同时 似乎也符合自己之前 对线路的一个预测 想到这里 韩三千 微微超前一步 你和明宇 究竟是何关系 哼 怎么 现在 你有兴趣了 如果你想知道 这样吧 摆好酒席 我们边喝边谈 另外 我还可以告诉你 你朋友该怎么救活 以及 盘古府的事又该如何 你看怎么样 看到韩三千上钩 城主当归 很是得意 于他 这意味着他的计划 已经成功了 韩三千轻轻一笑 老实地说 打蛇打七寸 你确实挺会玩的 不过 我不是蛇 所以 韩三千突然画风一转 整个人也杀气冷然 我并不是在征求你的意见 我只是在问你而已 你可以选择答或者不答 不过 我也可以选择给你惩罚 还是不给你惩罚 韩三千是到如今了 你他妈的有求于我 你居然还敢如此大言不惨 要是我不告诉你 你这些东西 甚至一辈子 也别想有机会得到 难道 你不想你朋友活吗 你又不想盘古府中线光芒吗 想 韩三千做梦都在想 不过 这并不意味这韩三千会为此屈服 虽然我杀了你 确实可能会有这方面的遗憾 但也不算很多 毕竟 你不是应该告诉了我 我的方向是对的吗 听到韩三千的话 城主当归很明显地震大了眼睛 他说的 都应该是韩三千这感兴趣的东西 这一点 从韩三千方才的行为上 也能看得出来 可是 他哪里又想得到 韩三千感兴趣是感兴趣了 但他却如同 那狡猾的鱼一样 他不上钩啊 自己 反而还因为他的磨蹭 莫名其妙地丢失了些鱼儿 这家伙 实在是太狡猾了 好 韩三千 既然你敬酒不吃吃罚酒 那也别怪我不客气了 我跟你说这些 只是单纯觉得你这样的将帅之 才若是不找个好事里 实在是太客气了 怎么 你还真以为 我怕了 你不成 韩三千冷冷一笑 并不接话 我呸 你还真以为 我堂堂一个天魔宝的城主 就真的如你所见的那点本事 我告诉你 你在做梦 华洛 这家伙身上忽然一道金色盔甲上身 两个早已落地的大剪 也重新回到骑手中握着 现在 我让你看看 上面叫做真本事 韩三千 受死吧 华洛 他猛然冲了过来 依然还是虎虎之威 霸道非常 但也依然还是那个少年 没有一丝丝的改变 他的招式和路数实在太老 韩三千下意识地提起欲剑就要动手 忽然 他猛地停住了 这家伙 险些让我上当 韩三千急忙收回欲剑 招式看似一样 但经验之下 韩三千很清楚 其实又完全不一样 想到这里 韩三千直接选择退避 同时 翻手之间直接天火现手 以手为防 以火为攻 破 深闪躲过剪的攻击 天火之手直接抓住骑手 随后带火之手 直接拍在当归身上 哄 当归被推开的同时 一股火焰也瞬息全身 当归当场推开数米开外 身上火焰尽管很快熄灭 但也几乎将其烧得狼狈万分 本来 当归这一攻 他是非常仔细自信的 毕竟 他确实是以迷惑为主 实则猛攻的 看到韩三千上钩后 他也非常高兴 但谁又能想得到 韩三千很快调整了进攻的方式 而且还就是这种反应 慢了半拍的情况下 却依然可以直接将自己打退呢 实力的差距 就真的如此巨大和恐怖吗 回眼望去 果然 韩三千此时正冲着他微微白手 示意他根本不行 你别得意 我杀了你 他怒吼一声 疯了似的朝着 韩三千再次袭来 韩三千清楚 这家伙已经恼羞成怒了 不过 并没有什么可怕的 不过是无能狂怒而已 依旧还是先前的招式 只是右手天火 变成了如今的左手越轮 自 推开同时 当归又一次被电 直接来了个全身马杀鸡 韩三千满是嘲讽地看着他 现在 你还觉得我需要跟你谈条件吗 顺便跟你提一句 你的属下判官 为人 如何你应该比我更了解 老实讲 他这人嘴也挺硬的 开始的时候宁愿死 也不愿意带我来 后来 你也看到了 他带我来了 你知道 为什么吗 看着韩三千得意的样子 当归气的蹊跷生烟 其实 当韩三千露身份的时候 他便已经对判官有所怀疑了 只是 怀疑始终更是怀疑 当韩三千这边亲口说出来以后 显然 还是更加让人恼火愤怒 你到底想说什么 韩三千一笑 也并不一定非要想说什么 我只是想告诉你 我折磨人的手段 恐怕连你也闻之色便 所以 你要聪明的话 说清楚 免得受苦 打 你摆明了打不过 别说你一个 就是再来十个你 我也轻松应付 听到这话 当归气的全身都在颤抖 这他妈的简直太侮辱人了 他好歹也是一成之主 什么时候被人如此调戏和逼迫过 但 韩三千说的又是实话啊 他真的打不过 连续几次的冲击 几乎都跟韩三千打不到任何的照面 人家几乎一招便让自己滚得远远的 也就是韩三千并不想杀自己 否则 恐怕自己早已经一命呜呼了 本来 我不想这样的 但韩三千 你实在逼人太甚了 摇了摇头 他似乎下定了很大的决心 三十多年了 我为了他整整三十多年 但今天 我必须要跟他说再见了 韩三千 你会为你的狂傲而负责 而后悔 话落 他突然疯狂地放声大笑 韩三千眉头微皱 似乎察觉哪里不对 冷冷地望着当归 不对劲 韩三千轻声低难 直觉告诉韩三千 这家伙可能要放大招了 好 果然 伴随着一声 如同地狱之兽的吼叫而起 那家伙突然双手抓胸 猛然一扯 哗啦 他双手 直接将自己的表皮扯下 其后 一个绿油油的东西 直接从里面蹦了出来 哗 那玩意直扑韩三千来 其速度之快 几乎让人咋舌 即便是韩三千这家伙的速度 已经够快 反应也够机敏 但当面对这绿玩意时 一时间 也不禁完全有些 反应不过来了 韩三千下意识一闪 那家伙 也刚巧从韩三千身边掠过 擦过韩三千的手臂 来到了韩三千的身后 韩三千本想回头 可低眼一看 手臂上已然被割开一道口子 鲜血缓缓地流着 同时 他的手上还有丝丝绿色的液体 很奇怪 也有些难闻 韩三千眉头一皱 伤口开始传来剧烈的 钻心的疼痛 甚至 手臂还有些不受控制的微微抖动 直觉和惊艳告诉自己 他应该中毒了 在回眼望向那家伙 却见那绿油油的怪物 此时相当猙獰 没有先前那种高大威猛的身材 取而代之的时 如同只有四肢的巨大蜘蛛 脚与手夸张地长 颇有一种既恐怖 又感觉自己都能折断他的感觉 他的脑袋很小 眼睛极大 且为五边形 看起来极其怪异 张嘴之间 还有液体不断地 从其嘴中流出 这特么的 什么玩意 这么恶心 即便是见惯了 大风大浪的韩三千 此时望着这玩意 也忍不住地吐槽 这东西简直太丑 太恶心了 恶心到连他妈估计 都不想认识他了 苏赢下也眉头紧皱 韩三千虽然吐槽得很不客气 但连他也必须承认 确实太过恶心 怪不得你这家伙 要披着个人皮面剧 原来 就你这般模样 也确实没法出门 韩三千不懈道 混账东西 不过是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罢了 真不知道你有什么好说的 他冷声骂道 你的感谢他 否则的话 我早就将你撕碎 他 实在太阻挡我的行动了 这并非是你韩三千 有多厉害 你知道吗 韩三千笑了 就像看个傻逼一样 你以为你舒适因为这 不怕告诉你 你就算再退十遍 你也是手下败将 简直不自量力 那就再试试 话音一落 那家伙猛然再次弹射袭来 他的速度真的很快 弹射起步几乎如同子弹一般 稍微一个不注意 便已经冲你疯狂袭来 第一次摸不准 韩三千尚且会吃亏 但同样的手法再来第二遍 那简直就是太蠢 起码 在韩三千这里如此 我也让你尝尝我真正的厉害 话落 天火月轮 直接呼出 如同两道绝命攻击一般 左右袭去 左手围崖 右手破阴 给我起 哼 阴阳之气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直接在韩三千身前 形成一个大闭环 左手幽黄 右手焚尽 阴阳刚落 幽黄和焚尽又接连而起 陡然间气势如虹 去 哼 什么叫无差别攻击 这就是无差别攻击 无论你身处何地 无论你多么闪转藤挪 在韩三千绝对的火力覆盖下 根本逃无可逃 阴阳之力做正面防御 幽黄做辅防 上奶弓都不好使 而一旦攻击 受一点点阻 那么 韩三千给予的 便是来自焚尽的超强灭杀 这样的玩法 不是韩三千吹牛 这绿角怪 就是变一万次身 那也是白大 滚蛋 伴随着韩三千一声怒吼 轰隆一声 一拳下去 一个绿油油的东西 当场便被直接打飞 其后 短短几秒 伴随着一声闷哼 那家伙撞在墙上 彻底压火 噗 喉咙猛然一热 一口绿色的鲜血 直接从其口中喷出 紧接着 他靠着墙壁 无力地缩了下来 砸在地上 还要玩吗 韩三千冷冷地看着他 在他眼里 绿角怪不过 就是只上蹿下跳的猴子 根本不知入眼 强忍着身体的巨大痛苦 绿角怪歪歪斜斜地 勉强支撑着自己的身体 他不甘地望着韩三千 他不明白 他已经遍体了 各项能力也疯狂提升了许多 但为何 他依然无法在韩三千的手上撑住 哪怕一个回合 难道 他和韩三千的实力差距 有如此巨大的鸿沟吗 不可能啊 他也是顶级高手啊 在这魔族之地 别说如此虐他 就是能够在他手上占到便宜的 也应该是少幼少才是 这不是他的估计 而是他纵横魔族多年的事实 这里是弱肉强食的师姐 如果他没有过人的本领 他怎么可能长期占据 如此重要的城池为王呢 韩三千 你到底是什么妖怪 他咬着牙冷声问道 专门打你们的妖怪 现在 之前的那个选择题 又一次地摆在了你的面前 你想好了吗 啊 他痛苦地怒吼 本来 韩三千并未当作一回事 毕竟只是失败者无能地怒吼 但很快 韩三千似乎察觉到了不对劲 地动山摇道也罢了 最重要的是 整个房子都在疯狂地颤抖着 似乎随时要他方了一般 三千 我们怎么办 这里好像要他了 听到苏赢夏的问题 韩三千本来下意识地想要 带着他飞出这里 但是很快 他又察觉问题似乎不对 他 如今黄金打造的宫殿 似乎塌陷是根本不可能的 莫说这家伙在这吼上一句 就算是真的 来个十级八级地震 想必这里 也应该是安然无恙 忽然 韩三千猛然想起判官进来后 这里忽然刺座的场景 照理说 这里即便是地下有机关 可也不能那么完美地 就伸到了判官的脚下 有那么巧吗 不对 这里有埋伏 韩三千反应过来 直接一秒将苏赢夏拉到自己怀里 而几乎同一时间 颤抖的房屋开始各种变形和扭曲 花 几十只毒箭忽然从暗处忽然射出 因为整个宫殿完全是黄金打造 且黄金砖上几乎颜色相同 在这种剧烈晃动之下 砖之间的缓缓移动根本难以察觉 我 毒箭的剑身几乎也是黄金打造 在如此的环境之下 想要躲避 简直是难如登天 呼 又不知道哪里 十几只毒箭又一次从其他地方袭来 韩三千抱着苏赢夏刚刚躲过 刷刷刷 忽然 四面八方毒箭袭来 一时间 整个四周如同下起剑雨 三千 这样下去 根本不行 用能量直接撑起 能量照躲避吧 苏赢夏急声提醒到 以韩三千目前这种拼命闪躲的方式来看 也许一时有用 但面对如此密集的剑雨 等同于白白浪费体力 如果我猜得不错 能量照起不了任何作用 韩三千轻声回答道 为何 理由很简单 这些都是毒箭 如果 韩三千没有估计错的话 这些毒箭上面的毒 应该是这帮人之前 用来毒女人的毒诱 或者类似的毒 换句话说 这种毒在某种程度上来说 几乎是专门针对的 有修为的人的 所以 真能能量照 几乎不大可能有任何的效果 如果真有用 他也不至于在这搞这么多了 常规的方法 很有可能不仅无法抵挡 甚至 还会正巧落入敌人的圈套 所以 这种方法 并不可取 那 那也不能就这么白躲吧 咱们躲不过这么多的剑雨的 漫天袭来 意味着 几乎没有半点 可以躲避的缝隙 如此之下 苏赢夏实在不知道 韩三千 究竟有什么办法可以做来抵挡 但此时的韩三千 却没有丝毫的慌张 反而 他的脸上还带着淡淡的笑意 似乎 根本就不将这漫天剑雨放在心上 赢夏 躲在我怀里 跟他们玩个刺激的 听到这话 苏赢夏一脸猛逼 完全不知道 韩三千要干嘛 但他还是乖乖照做了 韩三千 直接将苏赢夏抱在怀里 以背部直接面对剑雨的袭击 苏赢夏当下就慌了 三千 在干什么 你这样很危险 你快放开我 无论苏赢夏怎么挣扎 韩三千都将他紧紧地拥在怀里 不用担心 我不会有事的 韩三千话落 剑雨也直接扑袭而来 像是一个人在暴雨当中 助力一般 无数的剑雨 西数 打在韩三千的背上 但让人称奇的时 此时的剑雨 看似来是汹汹 但一落到韩三千背上的时候 韩三千的背上 就散着微弱的紫光和黑光 而在紫光和黑光的隔绝之下 那些剑雨直接停滞 随后一歪 西数落在韩三千的身旁 苏赢夏因为被抱着 视线受阻 只看到四周无数剑矢落地 一时间不由更加担心 韩三千的安危 剑雨停了 韩三千此时也终于松开了苏赢夏 苏赢夏急忙查看 不禁哑然 韩三千身上别说一点剑伤 就是衣服都没被蹭破分毫 怎么会这样 苏赢夏不解道 韩三千笑了笑 尝出一口气 在这种攻击下 普通的防御当然没有作用 但可惜 韩三千整个人 最擅长的不是进攻 却恰恰是防守 无论使不灭玄凯 亦或者冰霜御甲 哪一剑都是实打实的防御神器 外加小黑棍所幻化的保护层 以及韩三千本身肉身的强度 对于剑雨来说 确实太为难他们了 你还有什么其他的招吗 尽管使出来吧 韩三千望着绿角怪 不由冷声笑道 绿角怪几乎难以相信地 望着韩三千 这样的漫天攻击 这家伙居然还可以轻松化解 他真的是在何人打吗 有种 韩三千 你不愧是出现在魔族时间最短的 但却名声最大的人 我还是第一次遇见你这么刁的人 不过 你也别得意 还没完呢 你真以为 这诺大的一个房间 单纯就是给你放点剑雨吗 韩三千 你还天真了些 看着这家伙阴毒的模样 韩三千真的很想笑 他是不是脑子有毛病啊 自己什么时候大意过 自己又什么时候天真过 这家伙脑补的也他妈的莫名其妙了 神经病 不过 这家伙既然话都说到这了 韩三千也懒得和他一样 静静等候 看这家伙 还打算玩出什么样的狗屁花招 轰隆 整个大殿直接瞬间摇晃得更加凶猛 下一秒 头顶上 脚底下 一切都在崩坏 也一切都在变换 韩三千直接抱着苏英夏飞到半空中 手中一道黑色能量 照照在两人的身上 保证两人不在这房屋崩裂当中 受到任何伤害 同时 韩三千紧紧盯着四周 以防止任何突发情况出现 但就在韩三千刚刚查看的时候 一回眼间 绿角怪却突然不见了 那家伙呢 韩三千四下查看 然却无奈 整个四周都看不见那家伙的影子 他完全就像是突然之间消失了一般 赢下 情况好像有些不对 这房子 应该不是房子那么简单 我也注意到了 不仅绿角怪不见了 先前那些侍卫 甚至所有的蒲丛和他的驾车 也全部消失了 有些不可思议 就好像凭空不见了似的 苏英夏也察觉到了不对劲的 轰隆 一声巨响 巨大的房屋忽然化成六道黄金墙壁 并迅速将两人直接团团围住 其后 他们开始缓缓而动 空间在急速地被压缩 两口子只在片刻之间 便已经被挤压到周身 已经不足十厘米的空隙 三千 这是想把我们活活压死在里面 苏英夏化落 不等韩三千回复 已经试图用手去做支撑 以阻止六道黄金墙的压缩 但他手刚一触摸到黄金墙上 那黄金墙却突然流出无数黄色的 如同藤蔓 又如同液体的古怪玩意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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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